我来关心了中台参数速度变快 预估最快周四晚间发布海景 带您关心 是14号台风参数 那在下午2点的位置 它要距离俄兰比的东南东方 大概1320公里的海面上 那未来这样朝八字台下行进 那目前强度还是介于在 中度台风的上限的情况 那未来因为海气条件的配合 所以今天到明天这段时间 还是有机会成为一个强烈台风 那就14号台风的一个 路径检视预报来看 未来整个涵盖的范围还是相当的广 包含到台湾的北部海面 到整个旅宋岛北部的位置都有可能 那主要取决于这个路径的变化 还是太平洋高压的强度 那太平洋高压如果未来 比较弱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北转的比较明显一点 如果还是比较强的话 它会比较偏西的方向行进 所以未来来讲的话 还是以太平洋高压的强弱 做一个关注的重点 那以目前的行进路线来讲的话 最主要的这条白色线 是几率最高的一个路线 那以这样的路线来评估的话 其实在明天的晚上 到后天的清晨 就可能就发布 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几率 所以这样子还会持续的 发布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 那至于路上警报的话 因为距离陆地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还需要后续的一个观察 那天气上的重点上来讲的话 还是以礼拜六开始到下礼拜一对战时间 台风的环流或本身的外围环流 会影响台湾地区的天气 那目前的讲讲的话 速度稍稍的有加速一点点 所以在礼拜六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最接近的时候 因此在礼拜六的来讲的话 东半部跟南部地区就开始会下雨的情况 中部以北地区是五后的地区 那其中特别是在东南部地区 还有恒郑半岛会有些局部性 大雨或好雨出现的机会 而台风如果顺利北转上去的话 其实要注意的话 其实在南台湾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 除了在礼拜天跟下礼拜一 各地还有一些短暂剩雨之外 那台湾在东南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 仍然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雨性 后续下的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而14号下礼拜二来讲的话 台风就逐渐的远离台湾地区 中心诺 中心娶 中心的额